南非国家公园给犀牛打上麻药 强行用电锯割下犀牛脚 犀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失去了自己的牛脚 为何工作人员会做出这种事 对此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这是在保护犀牛 盗猎者之所以捕杀犀牛 就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牛脚 将牛脚割下来后 再将他们残忍杀害 牛脚为犀牛引来了杀身之祸 既然这样 工作人员就事先将犀牛脚锯掉 这样就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保护犀牛脚 不被盗猎者杀害 这种保护方法真的有用吗 其实是能起到一小部分作用的 自从将牛脚割掉后 盗猎率确实减少了不少 工作人员给犀牛打上麻药 几个人将它按倒在地 一位工作人员负责给它割牛脚 很快 一块完整的牛脚就被割了下来 在这之后 工作人员还会给犀牛做好消毒工作 避免伤口感染 听起来确实比盗猎者温柔了许多 但这真的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吗 虽然这种方法 确实能减少犀牛的死亡率 除了南非之外 还有不少国家也在用这种方法保护犀牛 但犀牛的脚并不是割一次就再也长不出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犀牛脚还会慢慢生长出来 工作人员不会每天都给它割脚 等到犀牛脚长到一定长度后 才会进行处理 那么在这期间 犀牛还是会有被捕杀的风险 毕竟蚊子再小也是肉 再小的犀牛脚都能卖得出去 还有一部分盗猎者发现 这只犀牛的脚已经被割掉后 为了避免再次遇上这只犀牛做无用功 当场就会将这只犀牛杀掉 避免以后再遇到它 由此可见 动员割掉犀牛脚 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养殖场用大钳子剪掉牛脚 牛腾的直叫唤 场主却说是为了牛好 牛脚长得好好的 硬生生被割下来 养殖场场主却说 这牛脚已经没啥用了 在养殖场吃好穿好 不需要和其他同类争抢食物 也没有什么抢老婆的机会 不如直接割掉 这样还能避免同类打斗 伤到养殖场里其他的牛 牛要割脚 鹿也没有逃过 工作人员拿着电锯 一点点将鹿的脚割掉 这又软又有弹性的右脚 就叫做鹿绒 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 具有保健作用 也是人们不惜花大价钱 购买的品质上乘的补品 虽然工作人员在给熊鹿割鹿脚的时候 也会给它打麻药 但这一电锯下去 鹿脚瞬间就被血染成红色 场面过于血腥 熊鹿怎么可能感觉不到疼痛呢 当然了 这些盗猎者可不会在意熊鹿疼不疼 他们只在意 这鹿绒能卖多少钱 还美其名曰是为了熊鹿好 这样可以减轻熊鹿的负担 事实上 熊鹿哪里会有负担 它们头上的鹿脚 在生长到一定程度后 就自然脱落 等到它风干变硬的时候 材质就像是人类的指甲一样 即使在打斗中掉落 也不会有任何的疼痛感 到了合适的时机 硬化的鹿脚就会自然脱落 熊鹿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也不会有任何负担 说是为了熊鹿好 其实只是想从它身上获利 熊鹿心想 人类少割我两只鹿脚 就谢天谢地了 印度几个小哥 把山羊紧紧按在地上 用木棍压着它们的生殖器官 用锤子狠狠地敲打 山羊疼得止不住的嚎叫 印度三哥就像是听不见 山羊的嗓子都喊得有些嘶哑 连麻药都不给打 直接一锤 接着一锤地敲打着它的生殖器官 直到将小公羊的生殖器破坏掉 才肯收手 这时候小公羊已经疼晕过去了 能不能醒来都是个问题 小哥将这只小羊丢回羊圈 接着拎出下一只小公羊 养殖场里一整天 都是小公羊的惨叫声 除了用锤子敲打之外 它们还会用钳子 直接将小公羊的生殖器官夹掉 或者用锯子割掉 场面血腥又残忍 小羊就这样失去了 自己的生殖器官 变得不再完整 用这样方法给小公羊做绝育 印度人表示 这样可以让小羊 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和同性打斗 节省体力 小公羊会变得更加温顺 这样才能方便管理 这种绝育手段 甚至无法用残忍二字来形容 对比国内的宠物猫宠物狗 印度小山羊的命运 实在是过于悲惨 同样是做绝育 宠物医院会先给小猫小狗 做一套身体检查 做绝育之前 还要打好麻药 消毒之后再进行手术 手术后还有一系列注意事项 总之 小猫小狗在整个过程中 不会感觉到疼痛 对比之下 印度小山羊就格外悲催了 在绝育过程中 随时都有可能昏死过去 醒来后就发现自己不完整了 伤口处还有发炎风险 这实在是不人道 X科普陆增稿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